每天固定在社團分享最新財經動態 買那種比較穩定的 譬如說金融股 比較防禦型的股票 三不五時也會拍攝短影音 分享投資心得 他是財經網紅阿璐蜜 聽到投信投庫工會自律規範 拟定以後行銷ETF要有良民證 還要有證券投資相關證照 他沒再怕 我自己有證照 我有分析師資格 那考試很簡單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 有資歷的一個限制 譬如說分析師可能 要有兩年的就業的資格 考照不難 但有門檻 以證券投資分析人員來說 至少要有從事證券相關工作 一年的經驗 究竟要不要考照來因應新規範 本專粉絲人數超過32萬人的 財經網紅陳崇明 還在觀望 你有拿投信的錢 這個比較重要 如果說比如說我自己愛寫怎麼寫 我沒拿你的錢 這個叫緣分自由吧 也就是說投信付錢業配 網紅才需要收到規範 如果網紅沒收錢 單純寫文章拍影片 只能算分享心得 但就有人擔心 會不會有投信私底下給錢 或者透過第三人間接合作 躲避規範 投信不敢這樣搞吧 你私底下給他們出不了賬 財經網紅業配行情大約落在10萬到50萬元不等 為了賺這個錢 衍生網紅賣ETF亂象 梁明正與鄭兆志這兩大招 能不能就此過濾誇大訊息 成效人待檢驗 今天我們會來跟蔡英如的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